我剛才聽到有一位民建聯的議員說 我們香港人受威脅 那些南亞裔在晚上威脅那些居民的安全 他說誰跟他去看,我跟他去看 我真的夠膽跟他去看 第一,他找我,我的電話他知道 第二個就是,其實這個保皇黨 包括何君堯議員說 不如退出那個公約 你是不是說真的? 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籤的公約 你可以叫他退出嗎?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履行那個公約 那些人去到那裡,他都不會給他申請 然後大量的人就在那裡走下來 或者是有些是公安部 去做人蛇活動運下來 你先搞定這件事 我當議員那時候已經聽完這些資料了 第二,我希望所有人不要把不是黃皮膚的人 那些人就當是一些壞人或者是那些所謂的賈難民 這個巴基斯坦或者其他尼泊爾的人 很多根本就是香港的居民 他的父親在那裡做過事,他回流回來 這個南亞少數族裔的問題 根本就要對政下藥 就不是將一些不明物體,不明人 就說那些是賈難民 我覺得這個政府如果自己不出來澄清 或者保皇黨不出來澄清 你是會中了很多仇恨 因為反過來說 有些人就覺得香港全部的問題 就是在大陸下來的新移民 都可以的 我一向都反對這樣說 我做人最公道 如果你覺得人家說 在大陸下來的新移民 是構成香港的負擔 你覺得這樣是不對的 那為什麼同一把尺會量了去 他不是在大陸來的人 而他實際上是有權去申請 保護自己人權的 其實現在的改革 就是2004年你輸一次官司 2009年再輸一次官司 你才改 我們保皇黨都不知道有沒有叫他改 他說你輸完官司 才改 改了現在就快 你沒有盡窄 有得他擺在那裡 是不是那200多位 其實就是 應該一早就拿到 是你們沒有盡窄 那你今天還把難民 當是一個假想敵來打 我覺得完全是不人道 這個是Amazing Disgrace Amazing Disgrace Not Amazing Grace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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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